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说的张国忠老流头还有秦歌他们三个在洞里经过一番激烈挣扎之后呢 张国忠突然举起了刀对准了老流头 那是不是张国忠也着道了呢 好欢迎您接着往下收听 话说张国忠老流头与被人皮附身的秦歌经历了一番激斗之后 张国忠由于耗尽了体内真气而休克在地 这个时候秦歌站了上风他步步逼近 老流头势单力薄缓缓的后退退着退着突然感觉靠到了什么东西上 这回头一瞅啊发现张国忠竟然面目猙獰的站在他的身后 此时的老流头腿都软了 这张国忠不会是也着道了吧 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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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 老流头的声音也虚朗 这个时候如果张国忠也着了道 自己倒不如抹脖子痛快了 师兄 你退后 张国忠咬着牙爽 不知道什么时候 掉在一旁的斩铁也到了张国忠的手里 面对缓缓靠近的秦歌 只见张国忠从身上拔下行针插进了自己的耳朵后面 老流头一看眼圈都红了 张国忠使的这种针法叫戒命针啊 是一种激发人体前置的针法 在针灸圣典 太原针灸宝典 与全真传世医书 苍世白解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比兴奋剂还夸张 卧床多年的病秧子 用这种针法一扎 立马就能够下地跑马拉松了 但是这种针法属于杀鸡取卵的做法 在身体虚弱的时候 使用这种针法 会使人瞬间变了亢奋 很有可能造成猝死 这不 试完针之后 张国忠脸上立即崩出了数条青筋 手指头的骨头攥得咯咯之响 此时 秦哥已经挪到了张国忠的跟前 蹭的就是一刀 看架势啊 是要把张国忠一批两半啊 国忠小心啊 老流头抄起折叠铁铲 摆出稿头 照着秦哥的腰就是一稿 这一稿啊 跟刚才一样 砰的一下被弹了回来 看见秦哥的刀来了 张国忠忽然用匕首往上移架 掌一声 杀猪刀被削断 张国忠顺势一猫腰 横着就是一刀 虽然不怕折叠铲 但秦哥对着杀身刃似乎还有些回避 钱兄很灵活的往后那么一探 老流头一看 秦哥上身往后探 脚底下顺势就给了一个扫当腿 呼呼一声 秦哥竟然被绊了个跟斗 不过这一下呀 可够老流头瘦的 这一脚仿佛扫在石柱子上 险些把自己的老骨头给折断了 师兄 快 张国忠捡起地上的六地火石柱子和龙龄匕首 跟老流头迈开踏步奔向了市更镇 包括秦哥在内的所有人体 呼啦一下子就围了上去 砰砰砰的几声 六根石柱子插在桃木河周围 此时香只烧了多半 但是这几根柱子下地之后 仿佛立刻生了效果 直接所有的人体包括秦哥在内 瞬间就变成了地上的市更镇 好像电影里进攻一样 秦哥糟的一下 从老流头和张国忠头顶上窜了过去 直接落在了桃木河的旁边 抬脚就要踩 张国忠把斩铁扔给了老流头 刚要对秦哥下手 只感觉后背一凉 什么玩意儿 他蹭的回身一脚 啥都没有 郭忠 别动 老流头窜到跟前 都就是一刀 原来一张人体已经贴到了张国忠的后背上 若不是这一刀即使 恐怕张国忠也跟着秦哥一样 再说这秦哥一脚已经抬到了半空 不知道是踩不下去 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就在这个时候 老流头窜绑了秦哥跟前 秦也得罪了 说吧 一匕首就罩着秦哥的脖子 就割了下去 秦哥虽然是被人体给冲体了 反应造为拟捷 但这一下他也没权躲开 哭的一声 脖子就割开了一半 秦哥猛的一回头 把半截的杀猪刀 插进了老流头的小肚子 这时候张国忠也窜到了跟前 看见这秦姐二话不说 一刀直接就插进了秦哥的脑子 哭通一声 老流头倒地了 秦哥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手里还握着半截子低血的杀猪刀 脑袋被龙铃匕首 齐根的给穿透了 师兄你要挺住啊 张国忠抽出了匕首 用手电一罩 四周一大牌的神器都掉在了地上 就跟这亮衣绳断了一样 秦哥身上的干皮也擦一声 裂成了两半 天破 是天破啊 张国忠也忘了阳魂法了 他从地上一把拔出了匕首 别在腰里 浮起老流头 师兄 咱们成功了 哎哟 别碰 碰着呢 老流头捂着肚子 这一剑刀啊 插得也不是很深 虽说已经捅进了肚子 但肠子基本上没怎么受伤 来到秦哥的跟前 张国忠深深的拘了一躬 秦先生 对不起了 说吧 翻过秦哥的身子 想从秦哥的包里找药 这一番 秦哥忽然动了一下 张国忠吓得立刻抽出匕首 退到了一米以外 看了看 没什么动静 又走到秦哥跟前 一摸脖子 邪门了 竟然 还有麦 仔细看了看 刚才用龙鳞 扎进去的那个地方 根本就没什么伤口 看样子 秦哥只是昏过去了 怪了 张国忠一边咚囊着 一边把干皮 从秦哥的身上扒下来 然后一同乱翻 把什么外用药啊 消毒水啊 一瓶子点酒一滴 都没剩下 全部倒在了老流头的伤口上 把老流头疼得呀 跟个唱戏似的 掺着老流头 两人来到了秦哥的跟前 几针下去 秦哥醒了 看见张国忠和老流头 跟逃兵一样 歪歪斜斜的 用手电照着自己 这张长叫 这这刚才 发生什么事了 秦哥坐了起来 断断续续的说着话 哎哟 这个老王八蛋 怎么还没死啊 这老流头一捂肚子呀 看着张国忠 刘先生 秦歌刚要发作 随即又压了压火 请你不要骂人 捡回了刚才掉的东西 除了罗盘之外 连带两块金砖 全都装进了秦歌的包里 秦歌坚决不要金砖 你这娘的 老刘头一边骂 一边随即往秦歌包里塞金砖 这不是贪财 是他娘子刘念 我和国中一人一块 在石台周围 拽有了一大圈 用罗盘侧着 确实没什么动静了 三个人小心翼翼的 来到了石台前 只见石台上的玉盒子 刻满了铁坟 张国中说 这儿会不会是 和氏壁呢 想必不会吧 秦歌打枪 只见玉盒并没有上次 在检查了一遍 确实没什么机关之后 秦歌用军刀匕首 插进了玉盒的缝隙 小心翼翼的撬开了玉盒 一束电光从缝隙中照进去 只见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 横在里面 并不透明 好像也不是什么 玉器石头之类的 这 这 这到底是什么 秦歌 小心翼翼的 打开了 玉盒 这玉盒里 到底装着什么 神秘的东西呢 这里头到底隐藏着 怎样的玄机呢 是福音 还是祸根 张国中一星三人 能否成功解读 其中的奥秘 他们能否顺利的 回到村子 接下来 会有哪些 不可预测的事情 发生呢 沈天灾 还是人祸 茅山稻树 真的能够一展全长吗 一切谜题 期待展开 一切玄机 有待揭晓 长篇玄幻小说 《茅山后裔》的第一部分 咱们呢 就先说到这儿 接下来的部分呢 将会更加精彩 《茅山后裔》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呢 我们正在录制当中 叶周工作室 午夜末班车节目 邀请您密切的关注我们节目的播出安排 接下来呢 我们将推出悬疑案件 侦破 计时故事 为您呈现 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大案 要案的侦破过程 午夜末班车 每一站都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